台灣跳電停電頻傳 民進黨政府卻不願承認缺電 眼看AI產業將是未來發展重點 台電董事長曾文生卻表示 為了減緩輸電瓶頸 桃園以北的地區已不在河宮 五千千瓦以上的資料中心 等於斷送了首都圈的AI發展 顯現出未來台北的電能將會不足 我建議政府核澳核三應該繼續啟用 包括核四是不是也考慮 能夠來繼續使用 台灣的核電出過什麼問題 沒有耶 天天告訴我們會爆炸會什麼 幾十年來他沒有出問題過 沒有電 台灣的IT產業是下不去的 AI產業搞不下去了 總統賴清德日前強調 非核家園並非民進黨的意識形態 而是當年朝野共識 協定環境基本法的國家法定目標 行政院長卓榮泰也再度重申開放態度 我們對於新的未來的新核能技術 當然採取開放的態度 台灣能跟上世界潮流嗎 賴政府提出前提要確保核安 解決核廢料專家給了方向 我們在講新的核能技術的時候 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小型反應器 第二個就是第四代的核反應器 目前國際趨勢 小型模組化核反應爐SMR技術 發電量可達30萬千瓦 不僅安全性高 核廢料也更少 但最快要2030年才會商轉完成 而大陸在使用的最新第四代核電機組 發電量同樣落在25到30萬千瓦 一樣具備高安全性 以及更少的核廢料 甚至現在就已經開始供電 等於高安全低核廢的新技術 已經擺在眼前 他們這個使用的 燃料的純度比較高 所以它核廢料的總量就會比較小 但我們國家對核廢料的處理 其實都有一些既有的機制存在 但我們國家也設定 要在2055年 設置這個最終處置廠 按照這個管制標準來進行的話 核廢料不是問題 專家喊話 若不把握在眼前的新技術 恐怕等不到2030確定跟內耗 就已經讓台灣措施產業轉型的契機 謝謝張老師 呂俊瑩 台北報導